你见过城之内驾驭青眼白龙的名场面吗? 气得社长差点就先桌子召唤自己的拳头 谁让他在开局就用胶水战术搞出了收缩加死亡卡组病毒破坏 破坏掉了城之内全部高宫怪兽 导致人家没办法才抢他老婆 虽然城之内用万年净卡体力增强即超级Z 加上赌王体制硬搞出来千年龙 最终还是被社长一路压制到最后 要知道曾经在王国片时城之内就挑战过社长一次 即使他当时召唤出了真红眼黑龙 最后也是被社长的青眼白龙碾压 过后更是被人家口口声声地见一次骂一次丧家之犬 为此城之内还连续发了好几天的噩梦 梦里都是社长用青眼白龙追着他打 实在可怜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城之内已是封号斗罗拥有赌王的称号 这一局牌同样精彩 就在刚刚败给王样的社长本已心灰意冷准备离开 不料城之内一把就将其拦住 死活要跟他决出第三名的归属 耐不住这家伙的苦禅 排局只能就此展开 社长想要好好教训一下这条丧家之犬 抽卡 废物就是废物 不用神卡也能轻松解决掉 召唤强化十项怪 再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又用胶水战术 死亡卡组病毒破坏和收缩永远是粘在一起的 下个回合一发动就能让对面这个防鼓仔体验极致的苦 轮到不知情的城之内 召唤劳魔钢铁骑士基亚弗里德 赌王敢打赌社长场上的盖卡是削弱怪兽的魔法卡 不过他的基亚弗里德可是不受装备卡效果的影响的 刚刚打完马力克星星爆破 直接发起进攻 中计了 魔法卡收缩发动 城之内只猜对了一半 卡片确实是销工用的 不过他要削减的是自己的怪兽十项怪一半的攻击力 怪兽被破坏的瞬间死亡卡组病毒破坏发动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攻击力1000以下的暗属性十项怪会成为病毒媒介 感染对手场上和卡组里攻击力1500以上的全部怪兽 这套连锁在初代游戏网里绝对是恶心程度能排进前三的存在 城之内卡组几乎费了近一半 本就不占优势 现在就更难搞了 社长的回合 召唤神灯精灵 直接对玩家发起进攻 控场的城之内除了被虐就是被虐 第二回合生命值就少了近一半 社长这个连锁除了伊西斯之外至今还没人能抵抗 城之内的回合 抽到赌王专用卡 召唤完多斯卡剑士 搭配魔法卡天使的骰子 摇出来的点数是4 看来今天有点倍 攻击力飙升到2000 社长面无表情 城之内一看就恼火 挥手发起进攻 神灯精灵被一箭击破 这点伤害对于社长来说根本不通不哑 局势对于社长来说依旧是绝对有利的 抽卡 攻击表示召唤刀锋骑士 一箭击杀兰多斯塔剑士 完蛋 城之内场上又空了 对于一个牌佬来说老是控场可就不好搞了 社长戏血一笑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另一边在决斗塔顶端 玛丽克还在纠结此前亡样和社长的神之战中究竟看到了什么 为何千年西杖明明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人家就是不带自己玩 这家伙吃醋吃坏了 极度新爆棚的情况下直接对西杖进行家暴 咱就说不要的话可以送给我啊 我也想要一个黑暗人格 白色丝袜 来者正是被表玛丽克控制住的杏子讲 表玛步步逼近 你这是要让暗马也表演一次跳楼大戏吗 不料暗马丽克骤然发难 一抓一扯就夺过了千年西杖 二者之间的位置瞬间切换了过来 变态用西杖顶着杏子的脖子 像是要把他推下去一样 没想到人家的体树原子木叶 一个高难度动作轻松躲过了暗马的袭击 骚年好身手 奈何身手再好你也好不过黑暗力量 一下子就被暗倒在地 玛丽克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女主吗 这样玩王样怎么可能放过你 没想到王样没来一息思来了 玛丽克这个变态看到女人就想动手 千军一发之际王之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西杖与千年积木的力量对碰竟然引发了天象 地上两个瘦弱女子就全靠王样了 果不其然暗马不敢硬碰硬 毕竟人家可是法老王还自带主角光环 对决就留到决赛时再搞吧 塔下的排局斗得正酣让我们先看排局 城之内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小姨守卫 搭配装备魔法卡传说之剑 提升小姨守卫300点攻击力和守备力 在这个瞬间社长的盖卡魔法吸收发动 把传说之剑的效果吸收过来 作用在刀锋骑士身上 随便再嘲讽一次庸才就是庸才 尼菩萨被骂久了都会恼火 城之内怒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社长的回合 发动魔法卡敌人控制器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从而获得小姨守卫的控制权 再来一张魔法卡代价降低 将青眼白龙的等级降低两颗星 老婆一出城之内危在旦夕 社长是要让对面那个反骨清楚地 认知到双方之间的差距 想赢没那么容易 盖卡沉睡的绵羊发动 果然够难缠 城之内的卡组里虽然没什么含贵卡 但是实用性还是挺高的 社长一声冷哼 不过是多狗两个回合罢了 命令刀锋骑士砍了另一只绵羊 等等 刚刚刀锋骑士的攻击力怎么提升了 原来这个怪还有效果能力 玩家手牌少于一张是攻击力会提升400点 城之内这一发如果没抽到好卡片的话就完蛋了 又是白板反骨卡 不好搞啊 盖上一张卡然后手背表示召唤格斗战士 轮到社长 魔法卡薛命的宝牌 根据效果手牌抽到五张 负面效果是五个回合后要舍弃所有手牌 不过社长很自信五个回合内就能结束战斗 攻击表示召唤帝王海马 目光一狠发起进攻 接着是刀锋骑士 自此四只绵羊都被宰了 青眼白龙进行收尾 局势如此被动的情况下程之内依旧没有放弃 抽卡 魔法卡强欲之狐 再抽两张卡 必须抽到好牌啊 来了 发动盖卡盗墓者 偷走社长墓地里的敌人控制器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给自己强行锁那锁不住的血量 来发动卡片的另一个效果 破坏掉青眼白龙 还没完 举起死者苏生 把青眼白龙复活到自己场上 好家伙 你敢这么干社长可真就要疯了 被自己最看不起的反骨拿走老婆 头上瞬间一片青青草原闪过 青眼更是一发炮弹击破了刀锋骑士 在守备表示召唤损致骑士 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这下梁子结大了 动社长的老婆就是动他的底线 帝王海马在作为祭品时 如果召唤的上级怪兽是光属性的话 就能一只抵两只使用 社长疯了 青眼对青眼 这家伙的战友欲比我前男友还强 即使是毁了也绝不给别人使用 两头青眼就此同归于尽 城之内的龙七体验卡一回合到七 太狠了 黄毛终于知道自己惹怒了对手 社长的回合人未结束 发动死者苏生 城之内的回合了 守备表示召唤宝贝龙结束回合 真的没招了 社长准备赶尽杀绝 魔法卡守备封印 把对方的怪兽改成攻击表示 让你这个反骨刚刚碰我的老婆 这一波输出准备结束战斗 结束了 没想到城之内还有底牌 打开万年大镜卡体力增强剂超级Z 这张卡在受到2000点以上的伤害时 可以再扣除玩家伤害前线恢复4000点生命值 效果简直是赖皮到了极点 社长只能咬牙切齿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面对青眼 如果这一发没能抽到关键卡 那肯定必定就输了 有了 时间魔术师 别人都是玩神抽的 这家伙是纯靠运气 赌王就是赌王 根据时间魔术师的效果 对手场上的全部怪兽会消失在时间洪流中 不料社长表情极其很厉 发动魔法卡压空间传送装置 把青眼送回娘家后再拉回来 躲过了时间魔术的效果 没想到城之内反而笑了 果然社长真的很强 只有这样的高山翻阅起来才有意思 但是人家根本没把城之内放在眼里 本来输给王样就够让人恼火了 现在还有个庸才咄咄逼人 抽卡 通过把手牌里这张雷龙丢进目的 就能从卡族里把另外两条雷龙加入手牌 搭配魔法卡融合 将两只怪兽融合在一起 融合召唤双头雷龙 再来一张魔法卡速攻 让双头雷龙攻击千年龙龙 接着就是青眼对玩家的直接攻击 城之内最终还是输给了社长 海马赖人这个固执的家伙 如果不是一直死磕王样 初代游戏王世界里能打败他的人还真心不多 心中满是憎恨的社长 连决赛都没心情看就要去疗伤 不料被伊西斯给拦了下来 伊西斯明白王样即使手持两张神卡 也绝对打不过马力克 无奈人家已经心灰意冷 对决赛毫无兴趣 甚至想着要炸了整座岛屿 最后在伊西斯和木马赶人肺腑的一番言语的劝说下 社长才回心转意 在决赛开始的前一刻 将手中这张能把决斗胜率 从3%提高到20%的逆风翻盘王牌交给了王样